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新鮮明咖啡 可以相關支持一些開箱 所以如果各位對於鮮明咖啡有興趣的話 務必訂閱學長的頻道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是一個 襯 又是襯 但是這個襯跟學長之前開箱的襯 那概念真的不太一樣喔 而且是我們大家老朋友哈利有出的襯這個 它的品名叫做 Coffee Scale Mark 就是可以看到 欸 這個是襯嗎 但是像剛開始也覺得這個東西有點 摸不著頭緒 但是呢 我實際上用了以後我覺得 設計實在是很合理耶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本體在哪裡呢 就在這個Mark的下面 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底座 打開來就會出現一個小小的襯 OK 好 把它打開 就出現一個小小的襯囉 看到了嗎 就是這個 Scale 這個小襯 這是哈利歐的新襯 然後這個新襯呢 很厲害喔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它是為了服務這個Mark 就是這個 Mark Bay 而存在 但是呢 它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小襯 如果你不使用這個情況之下 那這一個小襯呢 它本身的重量 還150克 非常的輕 而且它有一個這個看到嗎 可以直接 把它折疊機 像折疊手機一樣可以把它折疊進去 然後就非常小巧的尺寸就可以放在口袋裡面帶著走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需要有空間要求的 比如說你要去爬山 或是去露營 那你要要輕又要小 而且呢 或者說你在辦公室裡面 其實你不太方便 用這麼大的襯 其實這個真的是一個 我真的覺得在收納性啊 還有可愛性質感上面都非常好的一個小產品 那它的準度呢 也是目前哈利歐的幾個產品裡面 精準度跟敏感度最好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覺得 總算哈利歐做了一個我非常喜歡的 而且很有戶外的價值的稱號 那我們來再看一下它跟這個Mark 它怎麼樣做結合 其實這個Mark 我先簡單講一下 它就是一個雙層的 可以有保溫功能的一個杯子 然後它有一個這個密封圈的杯杯 所以你拿去外面的實況者 也是不會潑出來的 然後它有密封效果 然後它有保溫效果 它是不錯的 而且可以讓你的手不會燙燙的 是非常舒服的 那它也可以當下湖層 譬如說 如果你是在辦公室 或是說你現在是沒有下湖的環境的話 你是可以把這個直接放上去以後 然後把你的咖啡 濾杯放上去 直接沖煮 它就可以同時伸兼下湖的功能 所以其實它的功能上面 我覺得也是挺合理的 只是說跟我們以前傳統印象中的下湖不太一樣 但它其實它可以充當這樣的功能 而且也可以直接就口來喝 所以這個真的蠻方便 然後我們來看看 這兩個之間 它在設計一些東西真的很棒 真的覺得很合理 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一個這個箭頭的部分 這個Mark上面呢 跟這個襯上面都有一個箭頭 上面有一個鎖 當我把這個箭頭呢 放上去的時候呢 我上面的襯面 它就是開始顯示正常的工作的 工作的重量或時間 就是一個正常的咖啡秤 應該有的 但是呢 如果 它這樣 這個情況之下是浮的 就可以拿起來的 但是如果 我想要外出了 我不想要用這個功能了 那如果是這麼浮浮的 是不是就會分解 就很危險對不對 但是你就可以把它轉到這個 這個面下 代表說是鎖起來 它襯上面會是一個鎖的標誌 鎖起來了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鎖起來 就可以 帶著走 它就是一個不會分離的狀態 當然如果你去硬扯它 它還是會分離 是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裡面 它是利用磁鐵做固定 所以你如果去把它 它還是會分離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這樣 放到包包裡面 或是刷在走去 基本上呢 它完全是不會分離的狀況 所以是一個 很厲害的設計 就是 我要用的時候呢 我把我的襯面 打開來 然後呢 把我的這個 這個 轉到這個 開鎖的部分 我就可以正常使用 那如果不需要用的時候 就把它鎖起來 把它襯面 彎起來 就可以當作隨行杯使用 說實在 設計 我是覺得非常的巧妙 然後呢 再把它打開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 好 平常 不想用的時候 或是你只是想把當作一個 方便的襯 來使用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你的 你的下午下面 OK 就可以當普通的襯來使用 功能上面是幾乎是一樣的 OK 那所以這個襯呢 我真的覺得 是這樣幫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如果我用它來做手沖的話 它的反應速度 O不OK OK 那我們就準備來充足一下 隨便來看一下它的介面 那這個襯呢 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自動模式 一個是手動模式 那自動模式呢 就是我的給水 一給水下去 它就開始計時 就是大家最近很多電子聲 都有這個功能 就是手沖的自動給水功能 那第二個模式呢 就是手動模式 就是你要沖之前 你要按Type 就會時間上自己跑 那我們大家就來示範這個 自動模式 因為手動模式 大家都很清楚 那要換自動模式 就按這個 切換一下模式 按個兩秒 就呈現出一個A A的時候代表說是自動模式 那再按回去的話 兩秒 就變成手動模式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它的反應速度 好 我們先來襯豆子 一樣 我們把我們的容器 任何容器放下去 看 非常快速 68.5 非常快速 而且準度我覺得是蠻好的 比之前哈利歐的一些傳統的 可能賣很多年那個襯呢 是快很多 好 然後歸零 好 歸零 那我們來 襯豆子 20克的豆 好 再放兩顆 OK 好差不多 它的延遲速度 我覺得略為 可能比黑鏡慢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在手中上面是 完全可以接受的 的程度 好 然後 來磨豆子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待會就直接用這個mark 來當下 那你要 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們是用一般的 這個是 零二 很大的 分享 放正中間的情況之下 就放穩定的情況呢 它也是你的 秤面也是不會被擋住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說 它側面這麼小會不會無法放東西 其實沒有任何的問題 它的側面是網做的比較凸一點點 所以 這個狀況 蠻舒服的 OK 那我們今天就用原廠的 用這個 阿劉的mark 然後呢 放上去 OK 然後呢 它有一個卡榫的部分 所以這個 這個mark 它放上去的時候 再完完全全是會服貼的 而且不會有太多 倒的問題 所以這相對來說都 設計的還蠻好的 好 那我放這支哈利歐的新的 濾杯 叫做 海公飲 也是很漂亮的一個新濾杯 好 我們來 沖煮一下我們它的反應數 好 20克的咖啡 粉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沖煮了 那我現在是auto模式 然後呢 如果一給水開始呢 它就開始自己 開始計時了 OK 好 我們現在做悶蒸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可以看到 非常的敏感度 還是非常好 46 46 40.6 40.7 然後我一給水下去 它就開始自動計時了 所以呢 整個的 在小小的秤裡面呢 就是以咖啡秤來說 它的功能 該有的功能都有 其實也很合一 因為這一組 目前的膽價 連mark 加起來的大概是2000塊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完全的一個 好用的 獨立的秤來使用 那現在一個好用的咖啡秤大概就是 1500 1600 正常的價錢 好 接下來可以看 我們還可以觀察它的反應速度 好 給水 中心注水 好 重點就是看我 斷水的時候 然後它需要多久 它才會有那個 停止到最終的 數字 就是我們的 才可以看到它的反應速度 好 所以我們可以 簡單的看 然後 面板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面板 其實它這次 哈利歐它這次的使用的面板是 OLED的面板 可以看到 它幾乎它的 重量就已經停了 就是180.6.7就已經停了 所以準度是非常高的 然後繼續給 那我剛跟大家講 這次使用的面板是 OLED 就OLED的面板 那這個面板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 它的 亮度 會比一般的 LED來的亮 所以你在戶外的時候呢 你不用擔心說你會 好 好幾乎是 鐵水完它就已經 到位了 所以剛才說到 就是你在戶外的情況下 也不用擔心說你會不會有反光 或是看不到的問題 幾乎是不會有的 因為它的 這次使用的面板 是OLED的面板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一個 身為一個以戶外為主題的 一個 咖啡器材 這個真的是很有 很有道理 OK好 沖完 那這個 可以看到 我的 下壺呢 大概是最多可以裝到 320 所以呢 如果我沖完 260左右的 給300cc 那最後呢 剩260左右的話 大概就是在 8分滿左右 那就可以直接拿起來喝 然後完全是不會燙熟的 所以其實 就以 如果在辦公室使用 就是拿一個 拿一個這樣 如果平常在使用 剛剛跟大家講 對不對 當我要把它縮起來的時候 就是把它 旋轉 然後呢 把這個 秤面 放回去 你就可以 蓋上蓋子 你就可以 帶著走 哦 有沒有覺得 那個情境 使用情境 就已經感覺到了 所以實際上 真的是滿方便的 然後就可以喝了 然後呢 完全是不燙手的設計 真的是 是完全不燙手的設計 真的是相當的 不錯 然後口感也滿好的 上面算是 錄了一層 陶瓷塗層 所以在喝咖啡來說 真的是 滿舒服 那如果呢 你在辦公室呢 你可能沒有這麼多的 手衝設備 你也可以用這個 掛耳包 因為那其實掛耳包 掛上去 然後呢 你再搭配你的 飲水機也好 或者說你搭配你的一個 簡單的手衝物 或是鋼杯 甚至像這種 一個下午 有個嘴的鋼杯 都可以 你就可以 更精準的去控制你的 外耳包的 每次充的CC數 那這些東西 都可以讓你的 咖啡生活 更便利 而且更精準 所以這一次呢 這個 他留出的 Skill Mark 這個 這個設計 學長覺得 滿棒的 如果你有這種 戶外的 輕量的 空間上的需求 或是辦公室 你不能太囂張 要盡量 迷你小巧的話 這個Mark乘 大家可以來考慮一下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